我覺得現在最麻煩的應該就是 我剛剛講的 礦物要太多了 第一層是要9x9是不是 對 果然是要9x9 9x9真的是 我現在真的覺得 9x9真的是一整個 尿號的超級困難的 你知道其實用石斧是 是最簡單的方式吧 用石斧是最經濟實惠的方式 你只要用鐵斧敲一下 然後再用那個 真的很有用的小丑魚 再敲一下 基本上你拿到東西 應該有 70%的機率都會是給你 至少雙倍吧 至少啦 至少會是雙倍 這邊就是我為了一直要交易的東西 然後一直搜 出來的那個 長出來的玩意兒 你復活了沒有喔 你復活了 對 我剛剛有看過 他已經復活了 這邊已經滿了欸 這邊已經滿圓了欸 你先 不能讓他住下面 住下面他會死掉 超糟糕的欸 欸 滿圓了呢 我第一次養到滿圓欸 可自甲師真的有屁喔沒有 自甲師的用處頂多就 這真的沒有用 好吧 你真的沒有用 然後我後來已經有去那個 打過凋零骷髏了 然後我有用那個 很有用的小丑魚 去幫 快速的幫我拿到 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 骷髏頭 那個頭褲 因為自甲師真的是 沒什麼屁喔 而且你們剛剛 目前看到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 我事後那邊一直 喬喬喬出來的 我這邊在下面的時候 唉唷 多多死人喔 嚇死我 讓我好好介紹啊好不好 嚇死我 我差點以為這邊要爆了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總是可以長出這麼多 真的是不夠量的關係嗎 不是啦 是因為這個地方啦 這邊就是我刻意去製作的 甘蔗魚 所以我的甘蔗魚總共兩座 量度開多少 我看一下 我量度都開40阿 這樣才有生存的感覺 我只有UHC我才會開大 會不會完全明亮 不知道欸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村民的關係 導致自己會長殭屍 什麼的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弄 弄一部分之後 然後我要先去 把我的 凋靈王 挑戰往下 來去 弄這些東西啊 你知道這個東西超麻煩的嗎 然後我身上有一堆 亂七八糟的東西 要先處理好 我準備要去進入一個奇怪的 傳授門 在他關上以前 在他再次關上 他這指終界嗎 他是指終界還是指終界城 我只是希望 當我結 當我結束這趟旅程的時候 是能夠 是能夠 是能夠在一個 比這裡溫暖 許多的地方 蠻可憐的 為什麼這邊會有雞肉阿 小雞騎士嗎 為什麼小雞騎士死在這邊阿 長出來的嗎 是這樣長出來的嗎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邊可以介紹一下 這邊就是 圖書館管理員 繩子人員 圖書館管理員 繩子人員 圖書館管理員 阿工具斷工 沒什麼屁用 阿這極致真的沒有什麼用 阿屠夫很有用 皮匠 蠻少見的 可是真的是用不到阿 吃我真的吸血來潮 那個或者是我牛皮很多 才會想要把它換 之前雖然打 打凋零 然後可以打到 一整個 打到連他媽都認不得 可是那個是 有 那個是因為 本身 那個遊戲 本身的設定 才會這樣子 欸等一下 這樣夠嗎 這樣等一下手上不太夠 呵呵呵 沒關係啦 反正我應該可以趁它 在 還在用的 還在 弄的時候 直接把它敲爆的吧 呵呵呵 呵呵 阿不行的話我也是 阿 不行這個東西 不行這個東西 欸怎麼沒有出現 不是這樣子嗎 阿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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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為是那樣放耶 不是嗎 周圍不可以有方塊 那後面的邊界算嗎 嘟嘟嘟嘟嘟的 家伙很挑欸 好吧再放一次 這個是真的要有心靈準備 可是等一下會 我不知道凌零魔王會不會那樣子欸 就是我之前在 那個什麼啊 禁忌法典的時候 我知道他還沒有回完血就開始攻擊他 可是就打贏了 那算Bug嗎? 那算Bug嗎? 還是說本來就可以這樣子 不行不行 Gosh嚇我跳 啊我又死了 啊危險的東西不夠多 好了結束了 沒關係打贏就好了 Gosh結果剛剛同歸於盡 我以為贏了 贏了 可是啊不是啊我想起來了因為 現在是1.10啊 1.10的情況下會這樣子很正常 1.10的話他的護甲 護甲能力大幅降低了 難怪我突然想起來 好 好啦 護甲能力大幅降低的情況下 那 啊凋零真的是很 麻煩 最好不要在1.10的時候打 最好不要 嗯 2.10的 1.10的 2.10的 1.10的 2.1 2.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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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我可以安心的去附近這邊刷刷那個什麼 這邊煤礦 煤礦就大致上挖一下啦 而且都一定要用幸運挖 這裡不用幸運挖你真是挖不了 他應該是想到說 哇好多 哇哇哇哇哇哇 真的是獎賞欸天啊 沒有想過啊 人太好了 喔對了這個東西人不好一點的話我真的會爆炸啊 至少啦至少我們還有這些東西可以挖 好他那個應該是自己自己那個掉下來之後然後那邊找 想找單條的 好這邊我有養了兩隻村民對已經變兩隻了 啊天啊我要回來這個地方 喔我看到那隻女巫了他在那邊 超邊緣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有這種東西跑出來啊 怎麼會長杜魚 殺了 什麼啊 什麼啊 直接敲掉 什麼 怎麼 啊這邊的東西 竟然還有一部分是還沒有開的 真是 這邊呢就是我之前講的 這邊是北極熊啦 哼的那個聲音呢就是北極熊 那些是直接直接跑在這邊耶超扯的 可是我現在說北極熊會攻擊我吧 哼 北極熊是直接在這邊啊 我在很前期的時候我就有聽到哼哼的聲音 然後你們跟我講的是殭屍什麼東西的聲音 還是女巫 而且我知道很後來 我是到弄的時候很後期,我才發現原來雞超重要 因為雞的繁殖能力很容易 超快 跟綿羊的感覺很像,就是你前期投資 就是你需要前期稍微注意一下,現在就是很輕鬆 你看屠夫是可以直接換好幾個喔 雖然說有時候你那樣換也是可以啦 好像沒有跟他換過什麼 所以他這樣子應該會直接更新 對,他更新了 Gash,我現在為了完成最後一個成就 我玩這個玩到磨出心得耶,天啊 其實我在思考說跟村民交易會比較划算 還是跟,還是純打豬人會比較划算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很切切切的去計算過 兩者之間 又不能換 這個是要換 他發酵了,他發酵了,發酵了 好像不能用發酵這個詞齁 感覺好像不對 不能說他發酵 剛剛講的奇怪的字 豬 只有很多 阿對齁,我還要先去看一下那個 我要先去看一下 殭屍豬人那邊的東西可不可以拿 好 好 但我想起那個畫面 還有我想起餅乾的畫面 喔,做那個真的是莫名其妙 突然想到,欸 做,弄一下好了 感覺蠻有趣的 然後弄出來就是一整個莫名其妙 喔,好多喔 好了 大完結 唉唷 有一隻豬自己摔死欸 天哪 這我不想浪費我的 他真的有想到說 怕我拿不夠欸 還好我想到地獄拿這些東西 還好我想到地獄拿這些東西 喔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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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傳送中的 等一下 一定要配這個 什麼都沒掉,可惡 什麼都沒掉 經驗修補 中建組 蛤? 那效果是留在我身上是不是 可是我已經沒有了 那就沒得用了 十三個 十三個 喔齁 好恐怖喔 這個量 好啦,那 那個剪出完那個 我剪完那個 精華的時候大概那個就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完結了 目前這樣子還不太算完結 對 可是你們看到精華的時候基本上就已經算完結了 因為真的是沒什麼事可以做 生態魚我也是找不到啦 生態魚大概是 我之後再看一下哪邊有 不過呢就是已經是之後的事情了 好啦就這樣子囉 然後精華結了就是 就是 真的真的就完結了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玩囉 玩囉還像 玩了狗狗 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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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